为什么中原没能占领朝鲜半岛 不是没有征服过 你看一下西汉时期的版图就会发现 朝鲜半岛的北部曾经就是汉朝的四格郡 只是这块地呢最后丢掉了 那为什么好端端的要丢掉呢 那咱们就要先说第一个问题哈 古代中华征服某一个地区之后是怎么管理的 远的上去也不说 相信咱们很多人都刷到过山西哄动大槐树的视频 这个地方是由于明朝初年 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口的真空 没有人就没有办法种地 没有耕地就创造不出经济价值 所以明朝红武六年到永乐十五年这期间 在山西浙江等地迁移了大量的人口 去填充河南河北山东这些被战乱破坏的非常严重的地方 所以说一个王朝的疆域 不是说派人往那一待就可以了 首先呢你要进行军事占领 然后人口迁移进行行政管理 等形成经济价值之后 才能算得上是实质上的拥有了这块地 那按照这三个步骤来看 咱们先看一下哈 中国疆域之内有哪些地方是容易被占领的 首先就是中原 也就是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北的土地 这里没有山地大多都是平原 军事占领并不难 加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农工区域 所以当地人进行直接农业发展也是很容易的 在宋代以前 华北平原一直都是全国最重要的基地 也是进取天下最容易的地方 随后呢就是江南这块区域了 这里能够被占领主要就是因为北方乱了好几次 从西晋的永家之乱到安史之乱 再到靖康之变 南方聚集了大量的人口 虽然浙江以南大多数都是山地丘林 但是因为茶叶丝绸这些古代的高车产品 促进了商品经济 能够成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加入战 此外成都平原可以为进攻西南到南亚的军队提供足够的保障 陕西的关中平原是进取西域的强大后援 所以你看 只要一个大一统王朝把这些地方控制住 那才能够想打哪就打哪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最初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连西域都能进去 就没有能够占领朝鲜半岛呢 咱们先说打朝鲜半岛的话 粮食从哪来以及军队从哪走 要说进攻朝鲜的话 那最大的后方就是辽东了 可是大家要知道 辽东是宋京以后才迎来开发的 而辽东以北那些地方 那更是在建国以后 咱们前几代人才开发出来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没有人去辽东呢 你要知道山海关那条线是宋朝之界 北方的辽还有京竹建搞出来的 在宋代以前到唐代 你要是想从河北进入到东北 就要翻过阉山进入八上高原 然后才能够进入辽和流域 当年隋阳帝打高购力吃了大亏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块地太难走了 消耗了大量的物资 补给线也拖得太长 而除了地理的阻碍 还有个原因 那就是古代的辽东 是个几万平方公里的大沼泽 辽泽是以辽和为中心 长达千里 最宽处二百里 这里沼泽密布 文盈遍地 直到现在的辽宁 年均降水量都是超过了800毫米 辽宁盘景一线 降水量一度可以达到800到900毫米 丹东附近甚至可以达到1200到1600毫米 而且辽宁80%的降水 集中在7月和8月 而辽宁一到9月和10月 立马就开始降温 大量的积水根本蒸发不出去 都聚集在了辽河的低洼处 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沼泽地 辽泽附近几百里都没有人烟 北宋的使者就曾经记录过 他们到达辽泽的时候 到处都是蚊虫 人们用布匹将全身裹皱才能够通过 到了冬秋两季的时候 渡过辽泽就更可怕了 辽宁十月以后的夜间气温就开始低于零度 人在这个温度的水中行走 那基本上就是等死 自治通奸里面就记载过 唐太宗蒸发高购力的时候 让步兵用茅草和泥土开路 强行渡过了辽泽 这一路上又赶上了大雪 士兵蹦死了很多人 到这咱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 想要扩展土地 需要占领然后生产 可是朝鲜半岛北部的辽东 中原在宋代以前 根本就没有能够完成开发 那就没有办法 为进攻朝鲜半岛的军事力量提供后援 加上半岛的土地本身就贫� 粮食的产量远远比上中原 所以一直以来 中原都采取了以藩蜀国册封的方式 进行名义上的统治 并没有选择全面的占领